今天這位來賓呢 大家其實一點都不陌生 尤其是媽媽們 因為他可以說是 所有媽媽們的線上神隊友 他經常來分享他的育兒經驗 那我們也很好奇 他生了四個孩子 到底有沒有什麼撇步 可以來把這些小孩調教調教呢 當然今天的寶武也非常精采 很多故事 待會兒我們來請教他一下 首先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 超強大鑑定團 台灣寶石協會榮譽理事長 馮甲大學助理教授 李洞熙 李老師 大家好 我是寶石鑑定所資深鑑定師 賴俊明 賴老師 大家好 好 讓我們歡迎 我們今天的來賓 維妮媽 歡迎 姐姐好 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維妮 維妮 我真的很常看到 你的部落客文章 來跟妳討教 但是我今天看到妳本人我嚇到 因為妳一點都不像有四個小孩 我真的是比較早結婚 比較早生小孩 老大要上高中嗎 老大今天剛好是 高中的新生報到 已經 老大十五歲 對 我覺得早生也有早生的好處 我覺得電視機前面 可能很多的媽媽 也都非常羨慕妳 因為有可能到妳這個年紀 他們才剛生啊 但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剛生第一胎的時候 我還在家裡餵奶 尤其是餵母奶 然後沒日沒夜 其實我也很羨慕那些正畢業 然後在 去玩 對 比方說要看電影啊 去唱歌 但是我說 對 而且我知道維妮媽 她不只是 這個跟老公其實很恩愛 然後孩子 她有很多的育兒法寶 今天我們還要跟她討教一下 怎麼樣可以交往四天 就要閃婚 這也太厲害了 但是我覺得 跟夫妻關係維持得不錯 剛剛我聽 她偷偷講電話說 待會兒老公會來接她 對 妳還有老公來接 我覺得維持這個婚姻的甜蜜感 也很重要 待會兒來問一下 但是今天的寶物 琳琅滿目 有表面 上面 這些真的都是我的寶貝 寶藏 來 先看第一樣寶物 這支手錶 這個很好 這看起來是古董錶耶 這個是還滿有故事的 我現在可以就是跟大家 來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在 我是單親的孩子 所以我的奶奶大概 在二 三十年前就已經 移民到美國去 那我知道爸爸 爺爺跟我說 奶奶其實後來過得很好 然後每一次只要見到他 或照片裡面的他 都是很套裝 然後 完整的裝 我就覺得 好羨慕奶奶那時候 在美國這樣住 很想他 對 然後奶奶那時候就留了 我後來知道奶奶最後 留在台灣有留了一個表 給我們 是... 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傳家的表 然後我知道是當時的那個 價格大概是 九千多塊台幣 他是買二三... 二三十年前 全新的嗎 因為我剛剛看 是一支勞力士是不是 但是你看 雖然他是勞力士 他是還滿名貴 但是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奶奶的光鮮亮麗 其實是營造出來的一個 你不能說他假象 但是其實他就是比較愛面子 其實他在美國他就是幫傭 然後奶奶都要這麼愛面子 有的時候我們年輕人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大人都要那麼愛面子呢 其實全家人在一起 不管生活多 新顧 其實這才是重點 奶奶就想讓你們覺得說 他過得很好 對 他想讓你們放心 對... 後來我才知道 但是我就是一直把他放在 奶奶的照片跟他一起 因為奶奶最後離開的時候 我們也不在旁邊 他在美國 然後那時候你們在台灣 對 那等於說他留給你這樣 一支手錶 他當初想讓你們說 我可以買這個名錶喔 所以我其實是一個人 可以把我照顧得很好 對 而且他一直告訴我 女人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不要靠男人 他的一個歷史背景是這樣 因為他是從 中國大陸那邊過來 然後自己一個人這樣經營 後來又去了美國 其實他的人生 一直不停的在周轉 然後一直不停的在遷移 是 所以其實 到台灣然後又到美國 其實他是想著家 他是想著我們 但是他又要顧好自己 對啊 因為他到最後 也是怕失禁薄症 然後自己一個人 還要打蔬果汁給自己 不過在那個時代 就是說大時代就是這樣 每個都遷移 不停的轉動 對 然後也營造了 所有我們這種 我們中國這種血統的人 他有相當程度的毅力 那當然這很多 大時代的故事很多很多 那也就會牽涉很多的這種 所謂寶石 寶藏 寶物 隱藏 牽引出來的一些故事 這是有的啦 對啊 所以留了這支手錶 是指名 要給你是不是 要留給你 以前小時候還不知道 這什麼意思 是... 真的不知道 也就是覺得他就是一個錶 就是一個手錶 一個紀念錶 我們都喜歡那種電動的 或者是有閃亮亮的 所以我就是把它放在一個盒子裡面 等到我長大出嫁了 然後我給我先生看 他說 你怎麼現在才拿出來 你自己本身都沒有研究 我沒有研究啊 你不是那種會買這些 因為爸爸男生就不是這種 我不是在那種環境長大 對 是 像這樣的手錶 在這個很多很多的背景 長輩很多人都從這個抽屜 裡面就都找出來一個 都會有的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 這是名錶耶 的確的 是 而且他說當年這個價格 入手價居然不到一萬 因為盒子裡面 他的那個Mark還在 我那時候看到就九千多 但我也實際上 是不是二三十年前 或者更早我也不知道 對 更早 因為通常像這樣在美國 然後在很多地方都有 包括中國也有 台灣也有 就Second Hand的 就是二手的市場裡面 雖然這是一個名錶 但他的價格 通常就是因為轉換之間 他不會有太大的說 跟原廠的原來的價格 差這個就會很相等 對 差很多的啦 差很多 是 難免的啦 所以等於是 我們稍微估價一下就估 現在這個狀況 留下來給他的一個保 那麻煩老師請鑑定 兩萬元 那也滿多的啊 對 因為勞力士啊 基本上是有勞力士表 他分三個 台幣 那首先要先開一個照片好了 先開一個照片 好 這是勞力士表 他原來的底色是這種天空藍的 很漂亮的 那因為他年久 因為詩氣的關係 那因為就是說他生鏽了什麼 這面板壞掉了 所以他要整理過的是很麻煩 很多事情 那這是傳統 原裝原廂的這個鑽錶 所以當時的價格的新錶 是絕對不是一點點錢 可以解決的啦 那勞力士一般來講 就分三個系列 一個是豪式錶 就是我們講的 羅蕊 豪麗 豪式錶 再來就是運動錶系列 就比特拉 最近那種什麼水鬼 那種 對 綠水鬼 對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這種 藝術錶的 SELINE這種藝術錶 那像這一支錶來講 我沒有好好保存 是因為太潮濕 是 完全沒有保養 就像這樣的一個表現 現在目前的行情 假如說是一個堪用品 還可以用的 它看起來滿新的 那種感覺的話 大約現在的行情 差不多到 七萬五到八萬塊的行情 市價 如果是它是完整 如果九成四 可以用的時候 對 目前是重要的 因為這個也沒有時候整理 對 就沒有辦法了 好不好 而且就是奶奶的回憶在我身上 就是這種記憶很重要的 對 因為我知道今天 關於奶奶的回憶 還不只一個寶物對不對 對 因為接下來 大家看到的這個胸針 就像我剛才跟大家分享 奶奶出門一定就是洋裝 一定就是完整的裝 這配在深色的那個洋裝上 然後幾乎每一張 我看到她從美國寄回來的照片 以前都是用寄回來的 不是電郵 寄回來的照片裡面 一定都有她 對 可是妳又說她其實早期 在美國做幫庸 那她有告訴你們她的生活 她會願意跟你們透露 她的工作會不會很辛苦 還是說其實她完全隱瞞 她完全是對我隱瞞的 等到我後來到了美國 已經有了孩子 到了美國帶她去見我 第一 她的第一個孫子 然後應該算是真孫吧 對 然後她就把一些 她的自己的寶物送給我 然後包含了這個胸針 其實因為那時候她的年紀 也要八十歲了 其實她也算還 對 蠻長壽的 對 照顧自己 然後她是住在老人公寓 老人公寓 然後自己一個人 因為他們其實老人公寓 那些老人都可以約了下午 一起打牌 運動 其實是不錯的 其實不錯 同年紀的人 對 互相來聊天 對 所以其實這個胸針 他給我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 可能她也有感覺到自己的健康 也可能不久於世 然後她也很祝福我們 就現在看到 因為我們家怎麼說呢 都是膽情 包含了她 包含了我媽媽 包含我爸爸 就是兩邊 這兩棵樹都是膽情 所以她其實會很擔心我 但是她現在看到 那時候看到我帶著孩子 然後過得不錯 她就覺得 她應該把這個送給我 其實也算是一個傳承 我覺得 所以她看到妳的老大 那時候老二她有見到嗎 老二那時候還沒生 是我那時候從美國回來以後 才決定要生老二 那也是那時候 她才跟我分享 等我長大已經要 已經二十幾歲 三十歲的時候 她才跟我說 以前都是在幫人家 她早期其實都沒有講 而且她講的時候 還是在牌桌上 因為有其他她的朋友 她說你奶奶很辛苦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就是為了你們的學費 有的時候還寄錢回來 然後在誰誰家打掃什麼的 你們才知道 那時候我聽到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 嚇到了 對... 我很嚇到 我很不可自信 想說... 都是抱喜不抱憂的 對 那當然那時候的她 我看到她已經是不錯的 所以胸針也代表著 我覺得奶奶把她放在 靠近心臟最近的那個位置 我就覺得 可以感受到她的心跳 那我們這個不要見駕 這個見駕... 真的耶 這時候也滿有壓力的 無價是不是 壓力很大耶 對 但是因為奶奶也沒... 還是想知道 對 她想說這上面碎鑽 鑽石還滿多的 這麼亮 那麼亮 對啊 就麻煩老師請鑑定 沒關係啦... 這是一個紀念品 其實在市面上很多像這樣的胸針 或是戒指或罪指 它其實喔 一個很簡單的觀察 你注意看 好 大家注意看喔 這第一個 你看 這個沒有爪子 這一般的珠寶是不會這樣搞的 再來這個爪子是做假的 你看有沒有 它根本沒有按上去 它只是假裝有爪子 然後這個完全都沒有爪子 它是貼上去的 然後你看這很漂亮 有彩虹光對不對 它是在仿冒 這個所謂的鑽石的所謂色扇 就是那種彩虹光 有那種彩虹的感覺 因為人喔 對漂亮的寶石 會有漂亮的物件 會有 所以它就創造這種感覺 做出那個感覺 對 那其實它是什麼 它是玻璃 下面鍍 一層這個碎銀 然後光反射上來 產生有那種彩虹光的感覺 所以您就會覺得還不錯啊 事實上整理也不錯啦 這是幾千塊錢 買來這種凶真 這樣東西其實在 它不敢高價賣 對 在賣的時候 在全世界很多很多 包括台灣 各地的這個所謂的小商場 什麼都有這個所謂的飾品攤 其實都很容易取得像這樣的東西 沒關係啦 奶奶我愛你 是啦 這很重要 我都說奶奶就是省自己 因為那時候為了要把錢 那接下來這個 接下來這個 老師 這個也是 這個很緊張嗎 沒有關係 這個是誰 對 講到這邊我也覺得沒有關係 就是這個其實寶石 也是奶奶那時候跟我說 就是同一個時期 是 然後他跟我就是有講到這個寶石 那這也是他經常那時候配戴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屬於哪一種 所以今天也特別拿來這裡 麻煩老師鑑定 是 奶奶也經常戴 然後那個時候等於一併就都交給你 對 而且我還以為這個是精煉 後來我跟我老公說 老公還是不會是 是不是 有顛果 重量 有概念 電看看 對 等我老公 因為畢竟他比我年長六歲 他就告訴我 他又不想刺痛我的心 你說你老公年長你六歲 可是你們又 算年齡有一段差距 可是你們又可以交往四天喔 對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那時候呢 因為一個人住在台灣嘛 我不是說那時候單親 後來爸爸也就到大陸那邊工作 然後我都是一個人租套房 那從來我的世界當中 沒有一個男生就是 進入到我的世界 這麼多關心我 然後幾乎就是打電話給我 然後要送水果 他怕你便祕 對 是不是 幫你照顧好健康 所以那時候我就心門就打開 我覺得他是除了老爸之外 第二個那麼害我 可是怎麼認識 差六歲啊 因為我們是夜間部的學生 所以那時候我站在講台上面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他就突然就就是他了 那其實我跟他認識 是因為我那時候在做那個 電話行銷 我有一張問卷 只要有填到的 就賺五百塊 所以我就過去問他 他就覺得我在跟他要電話 對 他就以為我在跟他要電話 他還以為你主動是好 對 就是一個 他就認識了 就這樣認識 然後後來他就送我鮮花 一百朵 然後送到 教室 那是風光 這很風光 但是那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誰送我 我一打開 然後就Kevin 因為我那時候不知道他姓什麼 我就知道 Kevin 我們教室的Kevin不會是他吧 然後他一個人就這樣 帥帥的就站在旁邊 就是我這樣子 真的 所以我才注意到他 然後後來我們就有聊 彼此的一些故事 未來 但是其實我對他的家庭 並不是非常了解 他也對我並不是很了解 對 但是他突然 有一天我就傳 後來第三天我就問他說 我就傳了一個牽手 蘇瑞的牽手的歌詞 嚇我一跳 我以為就傳 牽手貼圖說我們牽手 然後 很主動 他回我呢 就回說 好怪 這是送花以後的 對 第三天 那時候我就也一個感動吧 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 我就一個人住在台灣 然後我覺得 就怎麼講 單親我覺得有兩個 我就是那個屬於想要有打造 自己家庭的感覺 我就說好 我想說熱戀嘛 結果第四天 他就拿著鑽戒在我面前 結果跟我說那我是認真的 我們去護鎮去找個日子 我們就去了 那妳也就好耶 我就好 然後後來 我跟我爸講 因為以前還有那個交友 那個通訊軟體MASN 我就傳訊息說 爸 我要結婚了 他說 你也不太熟 你要結婚 而且他一定會問說 對方家裡做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要安排雙方父母 對 要見面嘛 要先談嘛 然後我說 可是我們已經訂好日子 然後如果你方便的話 就回來台灣 那是告知啊 不是商量啊 對 然後對 我現在當了爸爸媽媽 我才知道那時候自己 有點魯莽啦 但是那時候就是 被愛沖昏頭 我覺得就是他了 他也覺得就是我了 對 這個結果論來看是好的 對 所以我們公證的時候 其實只有他的媽媽出現 然後我這邊都沒有 這邊朋友有當公證 都是他那邊的 都是他那邊 對 公證的照片就是只有 我跟我先生還有他的家 我爸爸還沒有辦法 他說 你如果要結婚 你就會自己過好這一輩子 有任何的問題 不要來找我 因為他覺得你太魯莽了 對 然後我也一直在 希望我爸能夠原諒我 但是 隔了半年 我後來懷孕了他才明亮 畢竟也生四個了嘛 對 表示很恩愛 對 來看看奶奶的這個項鍊 目測看起來像個 是什麼寶石嗎 這個很明顯的齁 這是我們假設 很明顯的 我們假設 你有這種寶石 你可以嘗試著 對著日光燈看 它就是棕色的 最普遍的 就是我們叫 水晶 對... 這個水晶很特殊喔 這種水晶很多人喔 很大塊都可以拿來做 太陽眼鏡是很高檔的 這樣子 它是... 不是寶石 對 我們鑑定出來 它是這個是寶石 是... 我們叫醃水晶 醃水晶 所以它的價值部分 老師就... 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來鑑價一下囉 來 請鑑定 也不錯啦 這時候的表情應該只要 還滿豁然開啦 OK 這要跟各位說明的就是說 因為現在景氣很差 所以有很多的 這要跟各位提醒 有很多人說 給你剛剛證書大大的寫 純金 項鍊什麼... 結果它的純金是什麼 是這個大的項鍊裡面的 一個小小的釦子 只有兩釐 三釐的純金 然後剩下都是假的 可以有這一招 但是你會誤認為整條都是純金 才三千多塊 五千多塊 OK 那這個上面的水晶 這個淹水晶有八個 一個大約差不多三百塊錢 所以它這個八格就兩千四 那這個是銅 這是銅 然後去電鍍的而已 老師的眼睛真的好厲害啊 因為它過於清啦 然後再來跟各位提醒 照個照片讓各位看一下 它很實事求是的 對啊 你看這個很多 這個我們叫珠寶 是手去製作 然後很精緻的 後面你看它這所謂鑄燥的時候 鑄磨的時候 因為它很便宜 它沒有時間去幫你整理得很漂亮 還有一些什麼 沒有整理掉的 所以你只要摸這種東西 有粗粗的什麼 其實是真的機會都很小很小 所以要很緊 對 要很光滑 因為我們是要製作 我們在學校教這個K金製作 它是這樣子 又搓... 然後再拋光 然後再來焊接 焊接完以後再拋光 所以它的背面腳 邊邊腳腳都要很光亮 這是手工製作的 那這是鑄造的 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 不是阿嬤留的 不能說不好 這個東西啊 你假如要去買的話 對 你要知道說它 它並不會花太多錢 有時候它花五萬 開五萬 只要你還價三千五 好 OK 賣你 可能就有問題 好 這樣就懂了 有些概念啦